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這個美國又是1.5億 欸 我發現 這也是2020年也是拜登總統 你很愛用1.5億這個數字 羞辱東盟啊 你把這些人叫到美國去 也是給人家1.5億 你跑去搞這個 湄公盒跟美國夥伴關係 你也給人家1.5億 奇怪 下次給1.6億 你看我比較有誠意 我給你1.6億 那有一點就那1.5億羞辱人家 講不好啦 不行啦 來 這個湄公盒 我當然旅遊有去過啦 但是人家講說那個 在這個越南 我記得去越南還是哪裡 他們那個湄公盒派 我跟大家分享可能很多朋友去過 有很多那種海鮮米粉 聽說非常好吃 但我沒有吃 因為帶我們去的朋友說 你別吃 胃不好 因為我的胃比較敏感 所以你別吃 他說米粉 吃過的朋友都說 哇又香 然後又鮮 哇有個獨特的香味 好好吃 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防魚露啊 對對沒有沒有 他就問說怎麼會這麼好吃 他說 因為我們這麼好吃 因為我們都用湄公盒的河水煮的 直接弄到 這個我不是說他們衛生怎麼樣 而是你知道湄公盒沿岸有非常多的養殖業 有很多養殖業 所以這個河水相對的非常肥沃 河水很肥沃 上游養殖業 下游吃米粉 厲害了 所以如果不是用湄公盒的水 卡起來 丟到鍋子裡 丟到碗裡面 煮米粉的話 那味就不對了 所以那個米粉這麼好吃 就是因為用了湄公盒肥沃的河水 這也是當地的一個特色 他們說這個 如果說腸胃夠健康 我們講這個銅牆鐵胃 這個銅胃鐵屁 那個屁股 這個胃夠好的話 不妨建議嘗試一下 我是這個無緣享受 因為胃不好 我就跳過 可是吃過的說真好吃真香 好可以去試試看 好來 除了湄公盒之外呢 這一次王爺還會到泰國 那跟泰國也會會見總理之外 還要搞一個中老太鐵路 那當然主要是針對貨物 遊客 那當然這件事情 也算是中國大陸 在中南半島 在東南亞的投資 好 除了湄公盒之外 我們再來看這個國家 當然很重要 這個國家就是菲律賓 那菲律賓我們前幾天就提到了 一下說跟你好 一下又想要在軍事上面 好像南海做一些對抗 是漏獠牙 漏獠牙 漏馬腳 現在是又把獠牙吞回去 把馬腳縮回去 然後釋出善意了嗎 好我們來看 這個小馬可氏 但是他在競選的時候 特別提到 他說我們要避免跟中國 在南海的軍事糾葛 我們要保持非對抗性的狀態 過去南海仲裁我們不管 競選他這麼說 可是選上之後呢 他的相關幕僚外長等等 又跳出來講說 現在我們選上菲律賓總統了 所以南海議題 我們是不容許平方分毫的權力 遭到踐踏 怎麼選前一張臉 選後又一張臉呢 那另外 這個已經卸任了 當時還沒卸任 菲律賓的杜特蒂的 應該是外長還是什麼 他也說在杜特蒂的指示下 本來已經跟中國大陸 搞了相關南海 共同開採的合約 協議也全部終止 所以菲律賓 在菲律賓下來 在杜特蒂下來 馬可思上去之後 要改變以往 在南海跟中國大陸 合作開發的這個意向 回復到之前 南海仲裁那個時候 比較強硬的對抗形勢 好啦 那你要對抗 你就對抗吧 可是這一趟王毅來 據說又要跟小馬可思見面 而小馬可思在跟王毅見面之前 也對外講了這番話 他說什麼 他說中非關係不是只有一個維度 什麼維度 南海爭議 南海仲裁這個維度 其實我們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 比如說文化啦 比如說教育啦 甚至包含軍事交流 讓我們的關係更加的正常 而事實上小馬可思上來之後 包含北京華盛頓 通通都邀請小馬可思來訪問 目前菲律賓好像還沒有做出決定 要先去哪個國家 倒是王毅這一趟來 成了小馬可思上任之後 第一個訪問菲律賓的 外國的高階層外交首長 這一點是還蠻值得關注的 兩個人 據說今天見面也不知道談了什麼 可能稍晚才會知道 那菲律賓就有學者提到 說王毅甚至受壓 小馬可思應該是要傳達 會繼續對中國奉行友好政策 那新加坡的學者也說 菲律賓對於中國大陸 是極具重要的戰略意義的 這個如果台海爆發衝突 菲律賓的取態反應 會是很重要的關鍵 我們先請這個亮哥 今年可能會談南海行為準則 所以各相關國家當然要先說出自己立場 然後才會來談 所以菲律賓先講他的立場 這也可以理解 可是大家都預期今年會談出來 會有一個 以前都談不出來就是越南 那越南目前看起來是願意跟中國妥協 因為中國也會讓步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南海行為準則被談出來的話 那美軍以後要到南海就會變得非常尷尬 沒錯 因為他不是當事國 對 這個一定要各方都讓 我認為中國會願意讓 因為今年輪資主席是柬埔寨 對 也剛好是他的友好國家 那相關國家實際上也沒幾個 就馬來西亞 然後越南 菲律賓 然後 印尼有扯到經濟海域 那目前中國跟這些國家的關係都在好轉當中 對 比如說越南 因為中老鐵路之後 越南可能會對它那個河內那一段 那一段那個高鐵開始想要跟中國合作 因為跟日本一直蓋不出來 然後印尼亞萬高鐵明年六月要通車 對 所以 基本上我覺得 現在氛圍不太一樣 我是覺得 中國在RCEP之後 在這個中老鐵路做為第一條泛牙鐵路成局之後 然後現在又已經躺好了說要從那個萬象直接拉到曼谷 所以我覺得越南也會急 因為如果說泛牙鐵路只有中間這一段先通 然後一路拉到曼谷 搞不好又要拉到馬來西亞 那越南這個東段就落空 那他也會擔心 所以我覺得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會有一些發展 事實上最近這個中方出國之秘籍 真的很多 比如說王毅 他南太平洋剛去 然後現在7月3號到14號是11天 很糗 然後去緬甸 你剛剛講這個爛昌江跟美工合作的會議 然後要去印尼參加G20的外長會議 然後要去泰國 菲律賓 印尼 馬來西亞 然後又要對那個中國印尼 要展開第二次的高級對話 楊潔篪也出國 對 6月29到7月4號 要去巴基斯坦 阿聯酋 辛巴威 莫山比克 對啊 非洲 還有南亞 還有中東 這個 我今天像我還在跟Ross聊天 他就跟我說 布林肯看到這種行程 大概腳都軟 美國跑不來是不是 他說 他就問我 他說王毅是吃什麼補米飯 這個真的很累 很累 我跟你講因為 我們都知道台灣 跟蘭德出國就 談得很密集嘛 對不對 以前不管是馬英九阿扁 跟蠻油出發跟狗一樣 超死人的 超歪啊 超死人的 那個行程都接得很緊 對不對 那要趕地方 然後到不同會議 要準備不同資料 對 你還要能夠吸收 還要能夠對 還能夠演出來 這個美國人怎麼可能 拍這麼緊密的行程啊 所以 而且 王毅就是跟布林肯對口嘛 對 布林肯怎麼可能 安排這樣的行程 不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光是從這裡 你就看出 為什麼東南亞的人 對美國 越來越覺得 你又不關心我 因為 亞洲人就愛這個 亞洲人愛這味 你知道吧 這樣勤勤勘勞 就是見面嘛 就亞洲人就是這樣 對 那你記不記得那個 菲律賓小馬可是 就職的時候 美國派誰去 你記不記得 等一下 你看我這樣 口你一下你就想不起來 中國大陸是王岐山嘛 對啊 當時美國派了一個 極離譜的人嘛 第一夫人的先生 你忘記了嗎 對 對 賀錦麗他老公 對賀錦麗他老公 對不對 對副總統的 對 請問他有官職嗎 什麼意思 他沒有任何官職 對 對不對 對 那你是什麼意思 哇 這個是羞辱耶 你為什麼賀錦麗自己不來 是啊 對不對 不然你為了不林肯 為什麼不來 你派個國務卿也好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派去菲律賓 繞一圈 再回去要七天 太久了 他們覺得太累了 他們覺得不划算 去一個國家花七天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靠 真的是這樣 我跟你講 他們就覺得 哎呦 剛放暑假 陪家人 要走一走啊 真的 然後去菲律賓一趟 我來回要七天 好累喔 我三人就少了七天 真的 對不對 拜登都去度假 賀錦麗也要度假 老公出去 老婆自己玩 就是太遠 就是太懶啊 懶跟遠 對啦 不過我坦白講 我看到 楊潔篪也要去 星巴威跟莫斯安比克 我就服了啦 真的 這實在是有夠遠 這個行程是完全不通的 不順路的 他是巴基斯坦 然後去阿聯酋對不對 阿拉伯兩個大公國 然後飛到非洲 那很遠 我都說他是不順路的 沒有啦 所以我坦白講 這個就是 你美國自己不認真 然後你那個 第三世界的關係 一個一個掉 你們怪誰啊 真的 對不對 你連跑都跑得 比人家不勤嘛 對 然後中國可以代表 國家出去的人那麼多 王岐山 楊潔篪 王毅 對都不一樣的人啊 那就 各路都出發 對 就這樣啊 你只有一個布林肯 不然就是78歲的總統 對不對 對耶 然後賀錦妮要出去 拜登的幕僚又不信任 蘇利文可不可以去啊 不行 比較少見 比較少 國家安全部門 其實除了基因級之外 很少 跑來跑去的 對 當然是視訊通話 或是通電話比較多 事實上他的副總統 是可以用的 對 還有比如說他的 那個參議院 或者是眾議院 裴洛西 多數黨主席 可是他們大家都覺得很累嘛 就這樣 對耶 連市都很高耶 真的是長那個重點 你注意去看 佩洛西幾歲了 比拜登還大 他比拜登還大 對不對 拜登是1942年次的 你看現在幾歲了 30 快要80 就是31年次啦 我們這個民國31年次 對不對 所以他想一想那麼遠啊 很累耶 然後賀錦麗願意幫你跑啊 可是 我覺得拜登不要讓他去啦 當然是啊 你去那邊 那邊勾亂講話 我跟你講總統府 拜登總統的幕僚 都不信任賀錦麗 對 就覺得你上次他媽去 中南美洲給我鬧那一場 到越南又搞不清楚狀況 對 真糟糕 所以我說國家正在倒霉 就是很奇怪的事情都會一起發生啊 就這樣 這是最後一句話 國家正在倒霉 很奇怪的事情 都會一起發生 不然怎麼會槍 槍械也發生 墮胎也發生 然後槍械一天到晚 再亂開槍 嗯 怎麼會這麼巧呢 對不對 謝謝亮哥 真喜歡聽亮哥講 不過亮哥講這個 南海行為準則證可以查一下 因為 王毅跟越南外長也見面 雙方就有針對 這個南海行為準則 做了一番的磋商 哇 這個感謝來賓幫我們 補足了這麼多的資訊 難怪現在 這麼重要 中國大陸 美國都要趕快 東盟東南亞 東盟東南亞 一直去一直去 原來 各位 學到了 就是跟這個南海行為準則 可能有很大的關係 好 除了 各自在 這個東盟東南亞 找飯吃 這個 找地戰之外 在 7月 8號 7號 8號 中美兩國要碰頭了 就在這個 印尼G20的外長會 布林肯跟王毅 兩個人要見面了 這次不是通話 不是視訊 是面對面 那要談什麼呢 那很多人當然 就是我們昨天談的 如果你想要拜習會 習拜會 那請你先撤銷 對中關稅 所以兩個人這一次 總算見面 針對取消對華關稅 拜登是不是 還是把它拿來當成一個 藉口 一個工具 一個武器 亦或是 在波音事件發生之後 在拜登面臨了很多很多 內外交迫的困境的時候 他急於想跟中國大陸 搭上關係 或是蹭中國的流量以下 那麼兩個人在 7月7號 7月8號 印尼的交鋒 就會格外重要 另外剛剛亮哥特別提到 跟大家分享這個消息 當然啦 這個我對於中國大陸的 這個人事佈局 其實我不是很特別了解 那我只是看到這個消息 跟大家分享 分享 那當然大使 可能稍微了解 也可以聽聽看 好 最近我們看到 這個王毅 跑得很勤啊 跑得真的很勤 這個中國大陸外交 外交新聞 都是他的版面 包含我們看到 3月31號 記得 阿富汗鄰國外長會 達成八個公式 還敦促阿富汗清除恐怖組織 然後526到6月4號 訪問南太八個國家 建立中國太平洋島國 自由貿易區 那當然有些國家 還在考慮當中 好另外6月6號 6月9號又訪中亞 也建立中國中亞五國 元首會晤機制 然後現在又跑去 這麼重要的東南亞地區 所以有人就在觀察 甚至有這樣子的解讀 說未來在中共二十大之後 王毅是不是有出現 這個往上爬的機會 那甚至呢 有人說會不會取代 楊潔篪 接替楊潔篪 變成這個 中共中央外事 對外辦公室的主任 等於是最高層級的 外交首長呢 不過確實 我真的不了解 我提出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 確實 你在最近 中國大陸這些 外交國際上的戰略 出訪 合作 你聽到最多的名字 就是王毅 第二名 趙立堅 因為他一直在嗆聲 再來王文斌 也一直在罵人 來 我們請大使 我想這個外交人士一定會變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說 人力可以控制 因為楊潔篪真的年歲已經高了 七十幾了 七十幾了 那中國大陸外交佈局 會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 楊潔篪是真正的美國通 是 他從這個鄧小平訪美 就開始他做翻譯出來 然後一直在這個美國事務 做做美大使 回來以後做外長 外長以後再升任這個 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 就是說掌握重權 外交重權 對美外交 基本上就是他是真正的 可以說是掌舵人 他資歷真的太豐富了 資歷非常豐富 而且英文非常好 對 我聽過美國的朋友 跟他交手的都 對他的英文很佩服 對 那就是說他確實是一個老手 那王毅基本上他是 日本體系的 他做過駐日大使 日文非常流利 那問題就是說 日本在中國這個 中國大陸外交裡面 他不是一個主要的一個對手 主要對手還是美國 所以王毅如果做中央辦公室主任的話 我就一直在想說 誰會接這個 接這個 對美外交的工作 那崔天凱說實話不會 崔天凱年紀跟這個楊潔篪幾乎是同一個輩分 他們是同學 他們是同學 那以前有一個這個駐美大使 這個也都年紀已經比較大了 所以這點我到現在還不曉得 中國大陸他對美的工作 將來是誰會在 誰會在做實際在第一線 因為楊潔篪基本上是在第一線 你看重要的談判都是他 親自出馬 親自出馬 沒錯 那他這個備份各方面經驗 那真的是 現在中國大陸是無人出其誘 那就是說他要由誰來今後 組長對美外交 也許就直接由王毅 因為王毅也已經累積了非常多的 這個對美外交的工作的經驗 那是不是他就可以取代這個 完全取代這個楊潔篪的工作 這個還有待觀察 是 因為楊潔篪主任 確實是第一把交椅 完全正確 那就是說誰接王毅 本來他們的副部長樂玉成很奇怪 突然被調職 對 去做這個廣電局還是什麼的 廣電局 樂玉成是俄國系統 他是駐俄大使出身 所以就是說這個 這個就看中國大陸 對美工作他要放在什麼地方 當然對俄對日也都是很重點的 可是就是說那你對美的 這個外交 你要一個老手到底由誰來接 目前看不太出來 崔天凱實在是年紀也大了 而且你給他什麼位置 也要做外長嗎 那年紀也過了嘛 對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也很有興趣的 知道 可以慢慢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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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中國大陸未來幾年 外交是重中之重 因為內環境的話 事實上中國大陸現在是 習近平如果進入第三任的話 那中國大陸內部的話是 會比較平順 然後運作已經非常成熟上軌道 倒是外環境的變化會很大 也就是怎麼好處理就是說 外交的這個整個工作 對中國大陸未來五年 甚至十年 可能是整個國家發展的重點 重中之重 那所以這個外交的佈局 真的對中國大陸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就是說這次這個王毅 這一次風塵浦浦 蠻辛苦的 連楊潔篪也跑那麼遠 然後我覺得這個中國大陸外交 真的是 真拼 真的是非常辛苦 不過我看王毅 我看王毅 基本上他坐的飛機有點像專機了 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已經把這個 對外工作的這個 這個整個的那個 整個的這個 後勤補給已經 已經推升到一個 給他們最好的 大國的 大國的角度了 你事實上的話 你做專機跟去趕那個 這種一般民房機 差別非常大 差別非常大 那在飛機上 有的時候說實話 我看我以前也跟過一些 高層長官出國 其實有些人 他還喜歡出國 為什麼你知道 他到飛機上 那個頭等湯一坐 然後完全沒有電話 沒有任何的這種 臨時狀況出現的時候 他是睡得最穩的時候 可以休息 好好休息 真的睡得最穩 所以有些 有些很高層的 他喜歡出國 也有他的道理 那如果是專機的話 那就會比較 這個旅途勞頓 可以稍微減一點 不過這些東西就是說 你中國現在是大國姿態 跟每一個國家 我想對方都是嚴正以待 都希望跟中國大陸 談一些實際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對中國大陸 我想過去這麼多年來的 這個外交累積的經驗跟人才 應該對他們來講 現在不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想回過頭來講一下 東南亞的整個佈局 其實就美國人來講 美國人已經很清楚了 東南亞已經 他已經是局外人了 這個地緣政治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好精準 局外人 局外人 因為我們家門口的事情 基本上如果中國現在 又政治經濟軍事 都這麼強大的話 美國是局外人 所以美國的戰略 在這個 在我認為在東南亞 基本上就是什麼 我認為它是騷擾性的 製造麻煩的 你說他在騷擾東盟 在這些國家 騷擾中國 騷擾中國 用詞真精準 不愧是外交官 基本上就是對中國造成困擾 然後在你家門口惹事 那最好的 最好的 對美國來講 這個政策之下 台名來看的 第一名菲律賓 第二名越南 第三名印尼 大概就這前三名 就這三個 可是這個線 這三個通通出問題 可是菲律賓這張牌 已經打過 就是說 Archino 小Archino 小艾奎奎總統的時候 差一點 艾奎奎要請美軍回到 蘇比克灣 這個2012年的 曾經考慮 讓美軍回到蘇比克灣 你知道1992年的時候 一場大地震 把這個蘇比克灣 跟克拉克空軍基地 全部回了 一天就全回了 本來美國軍隊在那邊 軍基地在那邊 後來決定什麼 算了不要休了 沒那麼多錢 也沒那個重要了 反正越戰已經打敗了 對 美軍就全撤了 2012年 小艾奎奎奎在任內 居然想把 想把這個美軍請回來 還好沒有 還好沒有 不過2015的時候 1516的時候 那個 事實上 蘇比克灣 這個海軍基地 事實上 菲律賓放了幾艘軍艦進去 那不過蘇比克灣 現在基本上是一個 遊樂區跟工業區 那可是它還是有 有相當的 它的動向還是影響很大 可是美國也沒有回 想要回來駐軍 美國想到就是什麼 就是用菲律賓 跟中國大陸的南海問題 來作為一個怎麼樣 騷擾中國大陸在區域裡面 造成中國大陸最大的困擾 就是玩南海議題 那南海議題靠誰 就靠菲律賓 官司打了 也得到美國想要的判決 可是也沒有後 沒有下文了 那我覺得 布特地上來就說 我們就擱置啊 擱置南海仲裁啊 這個東西就變成 它的效果就是變成 菲律賓覺得 我跟中國大陸鬧翻了 像Archino那樣的鬧翻 我得到什麼好處 你美國給我什麼現金 給我什麼黃金 給我什麼瑪瑙 什麼都沒有啊 給你1.5億跟10個人分啊 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這樣子啊 那Archino為什麼會這樣做 Archino是美國人啊 對 從小在美國長大 是 他很親美 他可能現在又回到 三口塞去啦 三口塞去啦 三口塞是菲律賓在美國的大本營 我不曉得他現在住哪裡啦 那他是 當然對美國人合作 被美國人完全充分合作 那是有他的背景 可是 你放到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杜特地 那他看在眼裡啊 所以他一上來把政策全部改了 你的那個南海政策不完了 所以美國事實上 用這個 用這個 用這個菲律賓 我覺得這張牌 當初的第一張王牌 已經打盡了 而且現在換到小馬克斯 我看了小馬克斯 他這個家族 過去的 這個起起伏伏 小馬克斯 不恨美國人才怪 恩怨情仇 那結大啦 可是他今天做這個 他不會擺在嘴巴講 當然 他不會講 他對中國不存希望才怪 可是他總是 今天是一國之主的話 他要為菲律賓找到最好的利益 所以他今天這個 這個王毅去 他主動講軍事交流 我老天啊 跟中國大陸什麼時候 會提升到軍事交流 對這很重要 這個第一方面就是說 告訴大陸說 我有這個潛力 你今天投資我就對了 我可是潛力股 我可以跟你搞到軍事合作 你不天天找 美國人天天講說 中國在搞海外軍事基地 你住一個搞一個 搞到我菲律賓來 你看那個澳洲還不乖嗎 真的 把美國氣死 我跟你講 可是他已經告訴我 我是潛力股 你不要低估我的潛力 當然這個要慢慢談 可是另一方面 也告訴美國人說 你們不要再消想了 對不對 你不拿真金白銀的話 你要過去那樣玩小 小這個就是那個 搞這個南海的 叫我 這個自帶良草替你效命 結果什麼也沒得到 這個我不玩了 而且最主要我想 小馬克斯家族跟美國的 這個中間的這個恩恩怨怨 被搞慘了 我覺得到最後只有越沒有恩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可以看出來 美國要打菲律賓牌 基本上已經出局了 剩下是哪一國 我剛剛講第二名就是越南 越南現在打不下去 因為越南的真正 他打越戰的時候 北越打越戰的時候 兩個最主要外援 一個中國一個俄羅斯 對 基本上那個火車從中國的 這個廣西進北越 幾十節帶的是什麼 吃的喝的用的打的彈藥 不是中國的就是俄羅斯 所以支援了他幾十年 只是說為什麼老共最後 大陸為什麼這麼火越南 因為你記不記得五元甲 這個越戰時候的將軍 他們是親中派 他們當時在北越 他們有一個親中派 另外一個是親俄派 可是打完越戰 越南打勝了美國以後 親中派跟親俄派在北越 在北越就兩個對決了 一對決以後 親中派全部被幹掉 剩下只有他的親俄派 結果就跟俄羅斯簽 友好同盟條約 對呀 金南灣要俄羅斯進來 那時候蘇聯跟中國搞得最不好 對 沒錯 所以鄧小平到了一趟美國 回來以後就 陳越戰爭就打了 這個中間有很深的背景 可是這種今天 就是說美國怎麼不知道 美國知道除了菲律賓以外 下一個就是要用越南 可是越南今天 現在發展經濟是最重要的 而且中越之間 除了所謂的南海島嶼之爭的話 陸上邊界已經沒有任何的這種 沒有任何的這個邊界糾紛了 疆域化得非常清楚 然後另外越南現在 一切經濟上希望以中國為師 用中國的改革開放方式 讓越南人也怎麼樣 也過上好日子 前陣子還軍演 中越軍事隱形 所以越南再加上 俄烏戰爭一打 俄國人就告訴越南人說 你跟美國人保持點機率 你過去跟他這樣子還不 可是現在你要保持距離 所以這次的Rimpact 越南沒派一兵一組 是 沒錯 沒有參加了 所以越南美國要著力的 也沒有了 還剩下印尼 印尼左柯威 他基本上 他已經擺脫了過去 印尼裡面最大的心腹之患 就是華人 印尼兩度大殺華人 排華殺了多少華人 對不對 第一次是蘇卡諾他們 他們因為是認為 華人都同情共產黨 要把這個印尼伺劃 殺了大海上 第一次是蘇哈托 第二次也是蘇哈托 也是蘇哈托 對 都是他 蘇哈托這次政變奪權 背後 我上次看一個報導 就是澳大利亞跟英國 背後 美國 英國 澳大利亞 都是在背後 英國 薩克遜 對 就是要把這個華人 很清楚 那問題就到左柯威以後 左柯威的重點是什麼 發展經濟 而且 鄧小平當年第一次到 到這個東南亞訪問的時候 他傳遞一個訊息 他說 所有在東南亞的華人 我們認為他們都不是華僑 他們都不是中國人 他們是屬於華僑 我們會希望他們 效忠於他們現在所僑居的國家 他們是國籍上 我不承認雙重國籍 他可以作為中華人 就是說中華民 人民共和公民 可是他 只能選擇一個國籍 那就是說 那你就要怎麼樣 土斷了 對中國的 你就是 我跟他們之間 華僑之間 我這個關係 我進行得很清楚 那這個當然幾十年下來 印尼對於中國大陸的 這種所謂的移句 現在也已經比較消失了 所以印尼又一代強調自己的大國 走自己的所謂自主外交 所以呢 他想學印度 所以你今天 你美國在東南亞 三個可以著力的點 基本上都沒有了 剩下來 我跟你講 都是大陸的鐵哥 寮國 柬埔寨 柬埔寨 泰國 泰國 緬甸 新加坡跟這個馬來西亞 是還比較沒有那麼直接 這個緬甸 因為緬甸如果中國大陸 當時沒有用一種 比較強力的方式 把西方國家 用東協的量 把西方國家那個干預 排出去的話 今天緬甸還在打 對 我不管你今天是誰掌權 或者說是不是基到你們西方要的那種民主標準 可是今天緬甸 街頭上任何的殺戮 都已經停止了 如果要照美國人 英國人那個想法的話 現在還有得打呢 還在弄 還滿 每天在那邊街頭上 還在那邊打得頭破血流 這是肯定的 所以你說現在緬甸的政府 他心裡面他對中國大陸是什麼感覺 對他認為你還是比較沒有 沒有不存惡心的 你基本上你沒有存惡心 所以我是覺得 基本上美國今天就是為什麼 只拿1.5億美金 他知道這個錢再丟下去 也沒用 沒有用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在東南亞 我找 就在找機會 去跟中國大陸去搞 搞麻煩 製造問題的 現在看起來 漸漸沒有了 尤其這一次我覺得 小馬可是會當選 也象徵著美國在菲律賓的影響 影響力 幾乎是沒有了 幾乎是沒有了 對 小馬可是這個力量 是非常強固的 為什麼 第一個 他過去30年都在菲律賓的政壇上面混 他不是一個外來的 他在菲律賓政壇 而且他是屬於呂宋島這一掛 他跟杜特蒂結盟 杜特蒂是屬於敏達娜娥的 敏達娜娥是杜特蒂的地盤 他的女兒現在副總統 擺明了 就這兩個家族合作了 五年後 小馬可是完了 就是杜特蒂女兒再繼續做 十年美國找不到機會 是 這大使分析得真好 你買物化器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八坪以上的 五到六坪的或是小坪數 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 大概從四個小時 到八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幫我輸入 CTI 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 一直到旁邊 就讓我 叫ina 瀝